来 欢迎回来 不客气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 你暂时代理了我的工作 一定很为难你吧 幸好我现在回来了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的位子 不是那么容易代替的 都是工作而已 割尽之色 回来就好 你先忙 好 走吧 怎么回事 她回来了 丽娜 你永远都这么健康吗 每天三步上班 这要是少了点意志力 可都坚持不下来了 你也很早吗 还不是因为审计的那件事啊 你可别这样看着我 我可是跟谁都无冤无仇 我参与审计 那是因为总裁 他相信我的为人 可都是公事公办的 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觉得 如果再这么继续查下去的话 只会弄得公司的人心惶惶 还会连累一些无辜的人 整个公司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艾里克斯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现在可是关键时刻 总部派了两名审计师下来 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这事啊 是非查不可 也绝对是要查到底的 你千万别多管闲事 自找麻烦 还是看好自己的摊子 别操心别人的闲事 反正现在火烧眉毛的人 又不是你和我 我们只要看着别人 如何灭火就行了 宋马 怎么看上去这么憔悴啊 是不是公司里的一个靠山快要倒了 昨天晚上没睡好呀 既然是山了 就没有那么容易倒 别得意太早了 你的两个靠山 一个就快倒了 另一个软趴趴的 根本就不像样 我劝你啊 还是趁早另刨高知吧 对了 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 我们组项目多 还是很需要一两个 像你这样的 逃腿小妹的 谁倒还不知道呢 看你能高兴到什么时候 对了 多不点粉吧 纯青脸白的 像鬼一样 阿里克斯 阿里克斯 怎么了 不太会用 灯一直不亮 我帮你看看 前天我还嫌办公室太干 没想到昨天行政部门就送来了加湿器 真够人形怀的 这么了解员工的需要 行了 插都没插好 谢谢 你也常用这个 女孩子皮肤怕干嘛 保湿啊 昨天晚上工作到河南 你们俩够早的呀 你也够早的 早啊 我先去忙了 早啊 好 辛苦 财务上面的事情不是我负责的 所以我不清楚 那你再好好想想 在其他的方面 或者备用金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清楚 那别人身上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苏曼 海伦 客户联系上了吗 还没有 那赶紧联系上 项目才好跟进啊 嗯 走吧 啊 嗯 啊 啊 啊 查什么呢 没 没有 我在查近两年的员工资料 清华的校友找到我 想要我帮他联系几个校友 你知道 现在公司是审查时期 你这样私自调阅公司资料 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 况且 你一个人偷偷在公司里待着 这样不太好吧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 你查单人跟陆里程有关对吗 没有 你想帮他吗 你是不是觉得 他是无辜 被冤枉的 也不算 只是我觉得 陆总他不像是为了万把块 会去舞弊的人 再说他现在也不再 在公司 可琳达的调查都冲他来 我觉得对他不公平 我 所以 其实我也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陆里程是个聪明人 不会因为这点小数目 就自毁前程的 你是说 老公 你身体那么虚弱 要不要再多休息两天啊 我这都休息一个月了 再休息啊 我怕连公司都回不去了 再说这次也不算工伤 我虽然买了保险 但是大部分还是自己来花的 我看还是早点回去上班吧 再说了这都是老毛病 也没什么 反正啊 一时版本也好不了 当然还是身体要紧了 老婆 没事的啊 我这不最近听说你在公司有点不顺 我回去啊 也有个照应 来 我帮你 你看你现在瘦的 别老老爷了啊 这出去都不知道咱俩谁得病了 你放心 卖股的投资部 只能容得下两辆马车 必须要有人出局了 你老婆的眼中钉 马上就要被铲除了 到那个时候 我不就自然而然地胖起来了吗 这你知道什么 我的手上啊 现在握着一个重量级的深水炸弹 这要是成功了呢 能除掉陆里城 这要是失败了呢 也能除掉艾里克斯 这最坏的结果呀 也是从此以后让他们两个 势不两立